剛剛的104題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如果我想要知道兩個訊息 因為其實這個資料背後 有時候我希望知道一些 比如說幾個訊息 像這個資料裡面到底哪 這邊的會員 這個是會員資料 那會員資料裡面呢 到底性別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到底多啊 那有時候會需要算 當然你有時候要統計 如果說能夠馬上可以知道 哪一個族群最多的時候 那你就比較可以抓到 像你一個銷售對象 以哪部分比較為主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做出性別的統計資料 比如說性別統計 像這個資料 學員資料裡面 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馬上一看就知道 就是那個 所佔比 這個59%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統計資料算出來 你會發現 這邊的所有的會員 總人數是119位 那你可以看到 其中的話 女生佔70個 男生佔49個 那其實馬上可以算出來 這個怎麼做出來 其實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在理事業裡面 有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樞紐分析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的話 就樞紐分析圖 這個東西 可以馬上做出來 那另外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要統計學裡面 到底年齡在幾歲是最多的 幾歲的話 當然 因為歲數 最好是一個區間 比如說30幾歲的一個區間 每10歲 40幾歲的 也就是40到49 50到59 60到69 哪個Range 年齡層最多 那我就知道 原來我的族群是哪部分為主 因為這樣你們都會到職場上工作 那你又一定要知道 你的產品銷售應該是哪部分為主 比如說你是健身中心 哪部分性別 是男生或女生多 好像健身房應該女生比較多吧 我不知道 有去過嗎 OK 另外哪個族群最多 看起來好像是30幾歲了 我看好像去健身中心 他們都是 其實身材也沒有特別胖 反而比較胖的都不會去健身中心 OK 不管 以後的話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下 到底我的會員裡面 哪些是最多的 我有個資料 我希望年齡哪部分 我可以馬上畫出一個統計圖表 類似像這個 而且最好可以把我佔比最高的 就是50歲這個區間的資料 馬上把它搬出來 以後的話 你要跟老闆做一個報告 這個簡報的時候 你會馬上跟他講 我知道我的會員哪個部分最多 我們可以再往這個部分去做開發 這比較有說服力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用嘴巴講 我覺得按照我的經驗法則 你直接相信你的經驗 可是如果說你 確確實實是有掌握某部分的大數據資料 你可以針對這個大數據資料去做統計分析 說出來的話 相對的會比較有說服力 這裡為什麼大數據分析這麼重要 其實相對的資料量越大 你所得到的結果也會比較客觀 比較客觀的話 你要做判斷 相對的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其實就有點像趨吉避凶 你要怎麼樣選擇 有時候你要選擇的時候 到底選擇哪個方向是最的 你要有個數據 不能說你自己執學 用什麼? 用指骰子嗎? 還是扮規嗎? 總不可能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客觀的依據 所以你的資料越多 越大的話 相對的你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完成像這個地方的統計資料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來看 如果統計這個性別 性別比較簡單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已經有一個 學員的基本資料 如果我要統計性別這個欄位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把優標先停在這個範圍之內就可以 任何一個儲存格 按下插入裡面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他會問你要選的範圍是不是這個範圍 對的話 那就按確定 A1到C120 按確定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他會跳出一個樞紐分析表 的一個工作表 其實就是這個 裡面特別注意 主要你要做分析的欄位 他都會通通幫你把它顯示在 這個右上方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統計的欄位是性別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把性別欄位 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列 列的話是你要主要統計的欄位 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性別 它有點像移除重複 留下來只有 因為這個欄位裡面 不外乎就是欄 留下來只有 不重複的兩個欄位資料 就是性別 再來的話 要算它裡面 總共有幾個的話 其實有點像剛剛用到那個 凱衣服 把它拖拉到直 所以再把性別拖拉到直 你會發現 它前面會出現一個叫技術 實際上這個技術就count 其實也就是幫你做 跟剛剛同樣的動作 conif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它就幫你算完 這裡面的女生 是70個 男生是49個 其實你會發現 跟那個用conif的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這個把它拖拉到下面 這個把它拖拉到它的右邊 做好之後 這個統計報表就出現了 但是問題 其實有時候看報表 還不如看圖形 所以現在蠻流行的 視覺化 視覺化結果輸出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視覺化結果輸出 如果 可能你將來要秀給人家看 最好是一個圓形圖 比例的話用圓形圖比較適合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這個表 畫成一個圓形圖 讓人家一目瞭然 特別漂亮喔 接下來的話 你就再點選 你點了這個結果之後 請你看一下 它的右上角 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現在是樞紐分析表 可以把表變成圖 接下來的話 你按一下樞紐分析圖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你要用哪一種圖形表示 是啊 還有這麼多 其中比較常用的 像什麼 枝條圖 其實枝條圖已經夠清楚了 只是說枝條圖 當然可以呈現出它的數量 但是沒有辦法呈現出它的佔比 所以如果你要佔比比較清楚的話 其實你用圓形圖比較OK 所以我們用圓形圖 圓形圖 圓形圖裡面有平面的有立體的 不過我學的立體 沒有特別有佔什麼優勢 所以我們用一個平面的 這個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會馬上幫我把佔比的圓形圖 給匯製出來了 但是問題 匯製出來的結果 大概有幾個地方需要變更 第一個上面的標題 所以你把上面 合計部分改成什麼 性別統計 也許給它一個標題名稱 這個叫 幫我性別統計 再來的話 比例部分最好上面也可以寫 你會發現你游標放上去 它雖然會顯示 男生41% 女生59% 可是有時候還是要游標放上去 才可以看到結果 所以如果你希望 它固定上面會有一個標籤在那裡的話 你還要再做幾個設定 第一個 請你把游標按右鍵 右鍵之後 請你按下新增資料標籤 按右鍵 新增所有資料標籤 點一下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但是你想說 老師我不是要它的數量 我要比例 哪個多哪個少 接下來你可以點選 它顯示出來的標籤 在按右鍵 會出現一個資料標籤的格式 因為我不要數量 我要的是什麼 比例的部分 你可以在點選按右鍵 在點選資料標籤格式 把它改一下 本來是值 把它改成百分比 另外我希望上面 也顯示出它的男或女 那種類別名稱 所以把這兩個 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就符合我們要的 這個地方 類別名稱 就是它的性別 男女 然後它的百分比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另外我如果希望 放在圓形圖裡面 看起來好像 有點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底下 這個資料在底下 還有一個設定 你應該放它的位置 標籤的位置放哪裡 我的習慣還是放中點外側 把它放外面 OK 把它放外面 當然你可以放內側 內側就長這樣 不過我的習慣是把它放在 中點外側 好 這樣的話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就完成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上面的 工作表名稱 改成叫做 性別統計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這個完成之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 年齡 到底哪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是30歲最多 40歲、50歲、60歲 哪個族群最多 所以像電子商務 有些學生 畢業之後也是會到電子 比如說一些電子商務的公司 像摩摩、東森 有一堆 尤其是疫情的關係 這種公司 尤其業績越來越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客群 買哪個東西最多 有的時候 如果你要透過 計算 如果你不會用數量分析表 那真的很難 去把報表做出來 所以 我要怎麼知道哪個族群最多 我希望 再做一個年齡統計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馬上可以知道 最多的是五十幾歲的人 OK 那你就知道 原來你的族群 會落在哪個地方是最多的 可以針對那個族群 再加強去做一些廣告 像很多廣告競爭 比如說你要付廣告好了 為什麼沒有效果 老闆說 廣告金 為什麼好像成效不髒 因為你鎖定你的族群錯誤 有沒有 OK 如果你鎖定正確族群 你肯定花廣告費用不用太多 但是那個效果其實是最好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 我這個是拿那個剛剛104A 學員基本資料來做練習 插入這個數量分析表 畫面先黃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性別部分做完之後 再試試看年齡部分